捷克堡的天文大师将三大复杂功能融合在一款玩表中 除了中间的时间显示外 天文大师玩表还拥有四个卫星币 不断地在手绘的银河系表盘上旋转 三轴飞行驼飞轮 每60秒在一个轴上旋转 每90秒在第二个轴上旋转 整个机星在10分钟内绕表盘旋转 剩下的三颗卫星币包括地球仪 手绘宇航员以及月项和日期显示盘 宇航员和地球仪会在40秒内自动打开 并在10分钟内绕表盘旋转 月项显示 使用一颗288克面的一克拉捷克堡切割钻石 一半为黑色一半为白色 这四颗卫星币的重量完全相同 可以保持完美的平衡 47毫米直径的玫瑰金表壳 侧面为圆形蓝宝石水晶 顶部为穹形蓝宝石水晶 三问暴石装置由表壳侧面的滑盖制动 滑片的推动会启动三问暴石器的动力 暴石小时、四分之一小时和分钟 请注意千万不要在设置时间时 或者在表罐拔出时启动三问暴石器 这样做会损坏机心 因此请务必小心并确保 在设定时间后将弓形表罐完全推回 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制表页 我们可以在底板上方看到圆形的三问暴石罗 因此在启动三问暴石器时 您可以欣赏三支阴锤 轮流敲击机心周围盘旋的阴罗 尽管这是一款超级复杂玩表 但上链和设置手表仍然非常简单 在背后玫瑰金底盖上 有三个调节装置 并且刻有玩表名称和限量版信息 后盖左侧的可提拉装置 是用来设定时间的 设置时间时 请将弓形表罐拉出至第一个位置 然后转动 推回后继续正常计时 设置后请确保弓形表罐完全被推回 后盖上方设置上链 动力储存时48小时 后盖右侧设定日期和月项 顺时针旋转设定日期 为了确保日期设置正确 请先快速设置旋转到今天的前一天 然后转动设置 直到日期更改 此时是午夜 然后正常设置时间 在设置结束后 请将弓形装置完全推回 将装置朝相反的方向旋转来设定月项 要正确设置月项 请查阅智能手机或计算机上的月项表 天文大师晚表添加了全新超级复杂功能 将品牌的标志性三轴驼飞轮与三问报时功能 和月项日期显示相结合 捷克宝公司的天文学大师 复杂而简单 请查阅明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